价格是极具虚拳型的 房价的走势背后到底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房价走势背后的三大推手原因又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雪 一个来自华尔街投行的地产经纪和投资人 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从投行的角度 如何去快速读懂房价走势背后的原因 简单一学 看完今天的视频 你就会理解数据背后的潜在逻辑 当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的财富也会快速增长 今天的视频干货知识有点多 建议先收藏 以后需要的时候省得找不到 2023年真的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一边是大国降息 另一边是美联储加息 在过往的八个月 全球的金融和资产价格 有着太多可以去值得讨论和复盘的地方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下地产 就以尔湾和奇诺这两个城市举个例子 尔湾和奇诺都是新兴类型的城市 都比较新 开车距离也就是40分钟 可是这两个房价的走势 在过去的八个月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左边这个图是尔湾的走势 过去八个月一直是不断上涨 这个图是奇诺的走势 过去八个月是震荡 在不断加息的背景下 已经比较高的尔湾房价 为什么还出现了不断上涨 突破前高的趋势 而相对更便宜 更划算的奇诺 在加息的周期下 却出现了震荡横盘 甚至有点下跌的趋势 那要搞明白这个道理 就要先去判断一下 这个趋势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从尔湾的趋势来看 尔湾趋势 它是一个上涨的波段形状 也就是说 它上升的时候有回踩 回踩之后再上升 反反复复 然后持续上涨 这种形态在资产定价里面 是最健康 大家最喜欢看到的 因为每一次回踩的时候 都要去测试前面的高点的质量 含金量 如果回踩之后还能继续上涨 就说明在反弹的支撑位左右 有很强的买方支撑 这就是尔湾的现状 在奇诺的现状 在它资产价格 房价震荡的这个区间之内 它有回踩 可是它回踩之后 它反弹的力度并不高 没有能够突破前高 它又进行更下一步的试探 这样子反反复复 向上试探 但没有突破 这样的价格呢 说明市场并没有对这个区域 房价的升值 形成一个很成熟的共识 这也就意味着说 大家觉得这里的房价处于高位 或者说对于部分的房源 已经觉得过高 我们谈房价 如果只谈价格 那就是谈的非常的片面 价格是极具区片性的 我们一定要对着量一起看 量价关系至关重要 量是因 价是果 量在先 价在后 那这个是尔湾和奇诺 过去八个月的交易量 那如果我们把两个图放在一起 那又会发生什么呢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们先看尔湾 尔湾过去八个月的房市价格 和它的交易量 出现了价和量 价量起涨的现象 这也就是说明 市场普遍的信心和预期比较好 这里的流动性也比较高 当价和量相同趋势增长的时候 起涨说明量和价在相互确认 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表现 大家也相信量能够推动价格 量推动价格之后 价格不断的往上涨 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 那我们再看一下奇诺 奇诺的价格呢 它是在价格震荡的时候 甚至价格震荡向下的时候 它的交易量呢 也是在震荡上上下下反反复复 然后整体呢价格和量出现了有点价跌量涨的意思 那一般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市场的预期和信心并没有那么的高 觉得这里的价格呢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 就仿佛有一个天花板压着它越压越低 那当然也不是说这里的价格没有办法突破 至少在短时间之内 除非出现基本面的大的扭转 才能够让这个价量关系迫势逆势上涨 那么房价要上涨 房价要突破 它要需要哪些推力 我们现在有了什么条件 缺什么条件 那无非就是三个因素 从这三个因素当中去找我们有什么 我们缺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第一个就是利率 第二个就是收入水平 第三个就是库存 第一个利率 利率是大事 说在低率时代 站在风口上的猪都能飞起来 低利率时代 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会增长 因为利率比较低 它的硬价就比较高 这永远是反向相关的关系 那在高利率时代 如果在高利率时代 遇到产品的走势 价格趋势还表现不错的 说明这一类的产品 它具有稀缺性 有很强的抗通账的属性 抗风险的能力 在高利率时代下去观察 不同资产和商品的价格走势 它更具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 那如果利率比较低 自然而然 我们房价或者说任何产品的基本面 都产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这就回到了可能甚至是 像前几年戴口罩的趋势 一路这样这样往上涨 那第二个就是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决定 它是否有能力去购买房子 和支付养房的成本 那收入水平又和当地的产业结构 和教育又相关 比如说像R1这样的地方 它是比较高端的产业结构 那R1的主要的生产 或者说产业结构有哪些 一个是医疗生物制药 另外剩下的比如说高科技的产业 然后高端的汽车制造 和新能源的产业 那像奇诺那边地方 人口也比较多 它的产业结构像是说建筑施工 然后比如说传统的工业制造 零售和批发 这种贸易型的产业 在那边是很聚集的 因为你去看奇诺那边 有很多的就是工厂啊 仓库啊 物流啊 那边是很发达的 所以R1的居民 在当地工作的人 他的收入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的产业结构比较高 包括这些产业结构 他的从事这些职业的人 他对教育 对他的工作 这些门槛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R1的居民呢 收入更多也就更富一点 他能够负担得起高的房价 养得起那个房子 那收入高的人 他的需求要高 所以R1这个房市的需求 客观性存在的 而且是由他本身更生地固的产业 城市规划的格局决定的 那除非比如说像其他的地方 也出现了大幅的工资调整 或者说那些产业提高了 比如说定价公司的盈利更好 员工的福利更好 薪酬的增长 跟上了经济增长的这个脚步 那其他地方的房价 也会有一个更好的需求产生 第三个就是库存 这里的库存 我们说的是决定交易量的库存 这一点很重要 在高利率时代 交易意愿本身就是被限制 或者说压制的 如果在被压制和限制 交易意愿比较低迷的情况下 还是出现哪些地方 交易量不断的上涨 这些地方的交易量 其实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说明这样的地方的东西和产品 是非常具有稀缺性 回到我们前面说的 因为大家都想要这里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来买这样的东西 尽管利率高 但我也愿意买 因为我要让我的这些钱更安全 所以在高利率经济 甚至不好的时候 你往往看到那些更贵的 更稀缺的 更稀有的东西 它的价格是不断往上涨的 因为钱都是聪明的 它都会去找更保值的东西去买 去拥有它 这样它的钱也会更保值更安全 那在高利率情况下 愿意交易的库存 如果能够出现的话 这也是说明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说库存出现了放量增长 同时这些交易量又被消化掉 那对于这个区域 它也能够出现破局 或者说破市逆势上涨 本身比较低迷 交易量放大 逆势上涨 突破前高 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那总结下来就是这三点 对那